3個中產黨 今天當然我們會繼續追蹤熱門的題目 我想一年多一個多個月 都可能會繼續每次都會講一次 它是有些新的發展 我們就講這個逃犯條例 或者對家就叫做送中條例 嚴格上來說是逃犯條例收錄 當然我們就不像民主大埔 呼籲大家有沒有去遊行 我們正錄音的時間,其實就是遊行的時間 反而想把焦點放回一些 很多人會搞錯 其實不是說政府誤道理 或者是泛民誇大了 我們最終希望就是 就算我們反對一件事 或者支持一件事 起碼搞清楚那件事是怎樣 這次我們將焦點放在哪裏呢 周顯大師 我們就說是 李家超一直在說追訴期和追索期 其實新聞是說什麼 新聞就是跟李家超安撫的商界 沒錯 就跟商界說 他說其實這個送中條例 或者逃犯條例收錄 他雖然經常都說有追訴期 但你不需要擔心 因為追訴期 我們已經幫你爭取到會延遲的 所以就算有追訴期也不用怕 因為已經會過了期 這個概念大概是這樣 首先就不是爭取的 首先不是爭取的 因為追訴期其實 你要兩道地方接軌的 如果大陸是有追訴期的 追訴期過了 香港無論如何都能引導得到他的 我先講講一些基本的規則 其實如果你說一個人 是重大的政治犯來講 都是洗頭艇 走過來CAP 其實他不用洗頭艇 他是光明正大 因為是政治事件來的 如果政治事件 譬如你說你說 他説你是叛國 顛覆國家之類的東西 等於理論上的法律基礎 當然他們不一定遵循法律基礎 沒有理論法律基礎 他們都會這樣做 就是加拿大政府 中央政府 如果你是叛國的話 理論上你也可以去CAP 抓人 CAP 也是核权地套法律 大陸法的 對方是叛國 你不直接抓他 所以那些人直接去看北流 抓他們的基礎就在這裏 基本上和逃犯條例不關 反而次一級就會這樣抓 然後牽涉到追溯期和追溯期的分別 我發現在傳媒或坊間 很多人都會搞錯這兩個分別 追溯期的意思 即是立法之前 那些人開不去抓 這叫做追溯期 就是說我今天立法的 昨天立法前那個人犯了罪 那開不去抓 這就是追溯期 但是因為 逃犯條例 它這個條例 它是犯法和引渡的兩樣東西 你犯法的情況和引渡的情況不同 所以 追溯期就說 不是啊 所以就是有追溯期的 這個就是 這個就是有追溯期 而追溯期 是沒有限制的 就算李嘉珠說來講去 他講的是追溯期 不是追溯期 嗯 追溯期當然 當然是有些情況之下 有些法律是有追溯期的 我這樣說 那些人經常說普通法 沒有追溯期 或者是說 大陸法有追溯期 其實是所有法律都沒有追溯期 包括哈姆拉比納的法律 大陸法 拿破崙法 中國以前清朝的法律 大明律例 都沒有追溯期 嗯 但是問題就是 只有四種情況之下 是有追溯期的 嗯 就是所有的法律 包括普通法的國家都有追溯期 嗯 那說到追溯期的問題 就是第一 就是全世界都有法律 譬如你那個地方沒有什麼 沒有什麼 俠龍兒童啊 那些的 但是現在全世界都有的 突然間原來你發現 只是你沒有的 那那個是有追溯期的 第二個就是 你有憲法責任 有憲法廣明 但是你還沒立 那你就有追溯期 所以 他們理論上 如果23條條款 立了的時候 根據 我現在根據國際慣例來講 是可以有追溯期的 但是我猜當然 它會有一個豁免 那第三 第三就是 譬如說 你是有些的立法 就是立法疏忽之類的 那你會有一個 會有一個狀況 還有還有一個就是 譬如現在加稅 加稅 那你立了法才過關的 加汽車稅那些 那你就追溯了 那你就追溯了 就是你追溯了那段時間 現在我說了會立法的 但是未立條法 那到你正式立法的時候 就會由你講了立法的時期 開始追溯了 沒錯 其實辣椒 或者是那些什麼 沒錯 雙倍引花 所以其實都是這些 那我幫忙說回簡單一點 其實我們剛才 周顯大師說 最主要就是 希望大家明白 有兩個課言 我們現在傳媒也好 甚至乎保安局局長也好 其實都撈亂這兩個字 一個就叫追溯權 一個就叫追溯權 追溯權 其實意思就是 有一些法律 在大律法來說 就算是刑事也好 如果你過了某一個年期的話 他就不能告你了 我記得以前日本有很出名的日期 叫做時校警察 其實主題就是 有很多人以前犯了殺人罪 或者犯了其他刑事罪行 但是過了二十多三十年 他就算被人發現原來你是個兇手 你都不能夠再告他 這就是追溯權 可以叫做最高刑事偵測什麼鬼東西 可以叫做 即是你犯了一個法 然後你過了一個時刑 都沒有被人發現你犯法 沒有被人發現 因為如果發現了 你就是通緝犯 你就會永遠 但是普通法是沒有的 普通法是沒有這個 普通法是在民事上有追溯期 但是刑事就沒有 這個就叫追溯期 另外一個叫追溯期 就是現在很多人都在說 但其實他混亂了追溯期 什麼叫追溯期呢 追溯期就是 我現在才立這條法 我以前不知道有這條法律 我犯了是很合理 因為我也不知道有這條法律 但是你現在就說立了這條法 以前所有人犯過這些法的人 全部都是被抓的 這個就叫追溯期 剛才周圓大師也說過有四個例外 包括人神共犯的 即是求婉兒童現在才有的 包括有追溯的法例 還有呢 還有一些憲法說了 但你立法 憲法精神存在 但沒有正式立法的法例 同憲法 有這樣的狀況之下 你就可以追溯 現在最大的問題 因為這兩個字 不是說一般社會大眾 而是說被傳媒 甚至官員都亂 我這樣說 我可以告訴你 有一個立法會議員跟我說 這件事 他說李家超跟他說 我說李家超搞錯 然後他回去 當然李家超現在沒有搞錯 他三個星期前就說 他說李家超 我說一定是李家超 這兩個有什麼分別 譬如大家現在說 說大陸那件案 那究竟大陸那件案 它是發生了的 也都被人告了 那是不是追溯權 和追溯權 隨便爭取好 或者根本是大陸的法例 但是基本上他怎樣搞 基本上追溯權 就是沒有追溯權 但是因為現在 你現在全部 你現在是引渡條例 他引渡條例 那樣 引渡條例不是一個法例 是不是犯法 是引渡條例 引渡條例不是一個法例 而是他們跟別的安排 就是這些安排的問題 所以他是犯了法 所以他的追溯權 固然是有追溯權 那追溯權 就是你已經被控了 你被控了之後 是過了那個年度 是不是告了之後 就算是未審了 又或者是因為他不出席 有幾個案子是這樣的 譬如告了你 但是我一直都不來審 譬如我認識了 那譬如是一直都未關的單案 還未判的 這個時候逃犯 那個立法會員就跟我說 那個他說搞錯了 就是他認為逃犯 過了那個年期是沒有的 但是我說 我不知道過了那個年期是沒有的 但是應該 據我所知 絕大部份的慣例 是 都是 其實知道你是逃犯 就是什麼 你知道是你找不到那個犯 你不留給他 或者你留給他 你沒有做過任何控訴 所以 現在李家超他講的這件事 他其實說 你們找到大陸人 不是 香港人去大陸做生意 譬如2007年 十幾年前 你們不用怕 因為 假設如果你們犯了 你們未被發現 未被發現的話 即是當時的實現報告 你現在不是通緝 你們今時今日是沒事的 即是說20年前 可能賄賂過了一點 一直都沒有被人解釋出來 就沒有時間 要沒有解釋出來 對 所以就算大樓 他現在過了十幾二十年 都沒有用 如果他被人起訴 或者在通緝 就永遠都會是一個通緝 沒錯 根據大陸法 應該所有國家的大陸法 除非有些例外 我不知道 但他也是可以追訴的 因為你現在是逃犯 這個就叫逃犯 逃犯條例 即是逃犯條例 你不是未發現 他未發現 即是你已經融合了社會 即是有精神在 或者可能是你告了 你告了他 但你又未上告 是你不上告 不是他逃犯不上告 你控訴了他 你沒有上告 那是你的責任 那些就可以脫掉 搞清了這件事 我想最重要 因為有太多香港人 甚至有些商人都會誤解 我很多年前在大陸 裝過一條女洗澡 包括二拉 或者我有些逃稅的往績 如果大陸在現在 把我拘捕出來 我可以立即拘捕 這個案件 他既需要擔心 亦都可以不需要擔心 那就視乎時限有多長 如果要搞這件事 是二十多年前搞的 現在已經沒有搞的 但去年就有問題 根據這個 其實有一個原則問題 原則問題就是 那個是認罰的最高期限 譬如你強加最多判你二十年 那就二十年了 如果你是偷錢的 最多判你 妝女遮出人的 最高判三年 那就三年了 那個期限 如果謀殺最高的 就是不止二十年二十年 大概世界都是二十年二十年 所以我們不是要支持逃犯條例收訂 或是支持送中條例 但我經常都覺得 你起碼害怕 都要搞清楚你害怕甚麼 然後你經常怕被大陸人捉 對 如果是大陸人 現在他都可以捉你 現在是 但如果你想根據送中條例 或者逃犯條例收訂 你要害怕 你都要判斷有甚麼情況 你不需要害怕 哪些情況需要害怕 那這個反對才有意義 為甚麼這個節目 一直都要強調 提供正確資訊給大家 因為你有正確資訊 你才懂得評估 現在的情勢是怎樣的 好,下次再見其他話題